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的话题就是中英关系 10年黄金变难同 如果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 都有关注投资的话 这句所谓的金句 10年黄金变难同 有位投资专家就是陈欣欣所说 陈欣欣说你持有黄金 其实没什么利息收 不及其他投资 所以10年黄金的价值就会贬抑 详细来说 10年黄金变难同就变成大家 所谓的民众的智慧 中英关系又怎样10年黄金变难同 这就和投资没关 这就和智慧有关 英国的首相新卫城前表示 中英关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了 其实这是一个笑话来的 真很好笑 2015年习近平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英国 应用是以最鲜艳的红地毯来欢迎 当时的首相卡玉伦亲口说 中英将在同两国合作的黄金10年 所谓黄金10年 就是说预期未来10年中英关系非常良好 为什么呢 中国经济又起飞 已经是变成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仅次于美国 英国就做金融 如果人民币各方面的外汇 所谓投资的业务会有很多 如果留点过来伦敦都不得了 另外英国的工业生产 或者高科技都依然有相当不错的根基 例如纳米科技 英国是比较领先的 还有很多 甚至没有 譬如芯片也是 这个10年黄金期 其实在中英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合作 不过现在新卫城就说 过去10年中英的经济关系是天真 他说英国现在面对的对手 竞争对手 就是说中国 是需要用稳健的实用主义 就是说要很审慎 取代过一厢情愿的战略 一厢情愿 就是说卡梅伦所说的黄金10年 是一厢情愿 他似乎是对前任的首相有点微现 不过就好心悉城又怕去得太尽 除了怕他用雨不当 之前在巴里道也试过 就是用什么防卫台湾这些言论 就是中英的首脑会谈就是普通 于是今次就很紧张 不要去得太尽 就强调说 我现在无需用冷战言论 补充说 中国对全球意义不容忽视 就是加些说话出来 就是忠我一下 英国是什么国家 象征结束黄金10年有两个项目 都是由新卫城的一手策划 甚至跟他有关 第一件事 他在竞选保守党党呼吁期间 已经承诺了就任首相之后 就会关闭全英国所有孔子学院 一间都不留 你知道孔子学院是中英文化交流的地方 等于文化协会 对于孔子学院 为什么会这么高调 为什么会这么高到戒比呢 不清楚 出于国家安全理由吧 文化安全理由吧 另外真的出于国家的安全考虑 就是现在英国政府 现在新卫城做了首相 现在英国政府 在他的治下下下令 由中国控股 总部撤起荷兰的安世半导体 需要出售旗下在威尔斯的NWF 晶圆制造厂的86%股份 晶圆制造厂就是生产芯片的工厂 这间撤起荷兰的安世半导体 其实这间母公司就是中国文泰科技 在去年7月5日就签订了协议 也就是说要收购它 安排这个子公司 即是安世半导体 收购英国最大生产8寸晶圆的厂商 什么叫8寸晶圆 是什么概念呢 马上引起英国的政坛 娃然 现在更加是相当反对 提出很多理由 原来这个时候 英国已经是 欺忠跟美 即是说 中国的关系不是很重要 我们要跟随美国 所以英国 不知道它是受压力也好 或者是自愿也好 去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形势 就是说它需要跟随美国 制裁中国 包括在取代华为兴建5G meditation 已经以前有个圣子 可以说 但是现在基本上進至生涯 blank 如是者 如果在2015年前 开始算 到前几年 根本有十年没有这个光景 已经是不复存在 所以黄金根本也没有10年 8寸晶圆技术 原来是30年前的建设 就是老古董 12寸就是300mm为主 晶圆越大的製造就越高 所以英国是30年的老古董 英国的半导体厂 已经不是80年代的形势 早已经超过了台湾和韩国 尤其是台积电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立 这几十年来说 英国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 半导体厂 所谓8寸晶圆体的最大生产厂 其实不外如是 一家都不是很高端 还要不是很赚钱 欠下这个银行4千万英镑 4千万真的不得了 那怎么办呢 幸好当时全球的芯片市场 发生了变化 虽然其实是差异的 但问题是 百算晶圆主力不是做高端的 但是它生产一些比较是 中底端的产品 就是半导体产品 包括汽车芯片 密联网芯片 快速建设都需要很多芯片 还有AI设备的芯片 但这些就不是去到 手机需要2纳米 3纳米都这么高级 你用一些比较30年前的 晶圆厂制造出来的芯片 都可以的 尤其还需要大量 因为尤其是一个汽车工业 这个智能汽车工业 用的芯片已经不得了了 更何况物联网 智能家电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文泰 就买了NWF 那文泰本身是做手机代工起家 其实也不是什么 很威猛的科技公司 亦都是生产做生意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电子工业的一个厂商 不是什么 就是像华为中兴那样 那 于是乎就是用了 6300万英镑 买了这个NWF 当时签了纸 就是去年 原本是两全其尾 你英国自己搞不定 现在就有人帮你买了 帮你说买债了 谁知道英国议员就说 中国是一个数字权威主义 就是说它的价值观 和它的政治体系 和英国不同 就是很反对这种交易 就是说 道不同 不相为不相交易 当时手上有看信 就很急 大佬说 那这些 这么大单交易 其实影响很多职位 本来就想欲促成其事 因为它很清楚 反华就没什么生产力 就是大佬 事事与中国为异的话 就不单止这个芯片厂 就是精源厂 不简单 可能跟着很多的生产建设 很多的贸易 都可能 在中国就可能会终止的 因为你对我们是非常不客气的 不单止在芯片厂 所以就说 你下下和中国去对着干 就是英国很少 没什么本质 首先 如果你要跟美国的方向去制华 的话 美国不会补偿你的损失 就是说 我帮你去制裁了中国 我们有很多技术 就禁止去了中国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美国会不会帮他手 不如我给你一些生意做 没有 愿者相钓 美国的目标很清晰 就是要切断中国半导体的供应链 英国肯定加入 大家是联盟 大家是好朋友 大家是利益一致 所以说 利益一致的话 就不需要再补偿你的利益 我给一个比喻 这个是什么 多么荒谬呢 就是 利益 就生前 就是这位 这位大师 他之前好像在台湾 立在那里做过 他就问这些官员 他就说 你台湾经常帮美国 买了这些陈旧的军备 去对抗中国 对吧 完全没有好处的 你帮美国去对付中国 就好像怎么样 我从未见过那些帮人开门口的狗 还要自带骨头 这么好笑 就是说这只狗 开门的主人 帮他开门 就是他帮人开门 他主人不只不具备狗粮 还叫你自己带狗粮去 就是还要出钱自己买狗粮 就是他比喻就是陈旧军备 除了台湾之外 然后呢 原来 英国也是一头 自币狗粮的异犬 就是异犬寶欣 就是你说 是不是这么好笑呢 所以之前我说 这个真的是一件笑话 自币狗粮的英国 去年3月 英国就发表了这个外交交流报告 就是在罕信手上 他就说 既要和中国保持积极的经济关系 但是中国需要符合我们的价值 和利益才可以 大哥 就是我不要回到清朝 乾隆王的那个年代 我还需要买你大英特国的什么呢 就是不是说我们 什么都可以生产 就是说 可以取代英国的产品 非常之多 大哥 你这个真的是 乐之国 对不对 你帮你做生意 还要符合你那个经济 利益不特意 还要符合你那个价值观 那当时又 辛维成是财相 他也是红心勃勃 他说在他的治下 就是他做财相的话 英国经济的增长 要超过中国 与此同时 还要将英国 变成是超级科技强国 他的志愿非常之大 可惜他的思想和现实 发生距离 就是说这些不现实 自己带骨头 从头部行开门口 英国就做了 但是你要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其实就是 明义上 中国应该是 平排也好 甚至不可能都超过美国 就是这么大的经济体 要跟你打英体的价值 才有生意做 这件事是比较围难 十年黄金变难铜 大家没什么遗憾 那你就变难铜了 反正英国也不时有什么的 特别的产品 特别的福补 我们需要依赖 不过温馨提示 这个是我个人意见 就说 除了英国需要自备狗粮之外 都要自备寒衣 因为这个冬天都挺冬的 你想清楚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那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